记者消方系台北报道,吴宗宪儿子陆锡派吴瑞轩在IG发图文,并写下女友生病,要是没好起来,我就做炸弹,炸台北市政府,全民赔罪,在PTT流传出来,警方认为他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,左巡线传唤他道案说明。 吴宗宪宿敌陈怡也立刻跳出发文开酸,并易一列举对方的黑历史,他表示,天啊,县县儿子打算炸掉台北市政府,全民赔罪。 我感觉怕怕接住,陈怡指出吴宗宪曾因酒驾,外遇,掏空公司逃漏税上新闻,女儿Sandy也有违规停车被抓包的案例,现在儿子一威胁炸掉北市府,他算吴宗宪,全家都有犯法的天分好优秀。 而吴瑞轩事件让不少人亏他是孙安佐翻版,但吴宗宪缓夹吴瑞轩是在私人IG发文,情况不能相比,这番言论让陈怡困惑说,奇怪捏,孙安佐也是私底下跟同学说啊。 并戏称安佐是军火大亨,献献儿子是炸弹客。 吴宗宪,左,左为儿子吴瑞轩,右,包区,认为他与孙安佐案不能混为一谈。 资料照,陈怡,翻设字脸书。 资料照,陈怡,翻设字脸。